再来看到国民党及花莲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在父亲魏东河以及哥哥魏佳贤的陪同下 21号一早到施工所进行号次抽签 抽中了4号签 魏佳燕高喊就是爱花莲就是继续拼 希望能够博得更多选民的信任 赢得最终选战 就是爱花莲就是继续拼 国民党及花莲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21号一早在父亲魏东河及哥哥魏佳贤的陪同之下 前往市公所进行九合一大选的号次抽签作业 过程中抽中4号签 魏佳燕高喊口号就是爱花莲就是继续拼 希望能博取更多选民信任 最终赢得选战 那佳燕这次也抽到4号 就表示事事都如意 也祝我们所有花莲市民事事都如意 那也希望佳燕在从事公职的这12年期间 那也希望这一次在参选花莲市长 也希望各界再给我继续的支持 让我能够为我们广大的市民来服务 这边提了三大主轴12项的证件 那佳燕会加户的把我们的证件都发到 我们的每家每户给我们的民众了解 那也会说明给我们民众知道 那佳燕也会在证件发表会的时候 将自己的证件还有从事公职的一些所见所闻 必须要有一些诚恶的地方必须要改善的 我都会努力来改变 同时未来其实我们可以到很多家户的时候 希望民众也给我一些建议跟鞭策 让我能够知道哪里需要改变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大概很多的是面 那我们希望既有拜访民众能够了解民众的点 那希望进行处理这样 随着时间推进 选真也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 魏家燕虽然身负绞伤 但他表示接下来的日子 他一定会用双脚走遍花莲市的每一个角落 握住每一双手 请听市民朋友最真切的声音 会用最真诚的心意 打动每一位市民 并用传承的心 民意代表的历练和大家站在一起 拼好日子 记者徐立晴华联士报导